嗯?走,我们出去吧,出去吧,好不好,出去,走不走? 这真心,看不见,你看,什么都看见,黑,太远了,是吧? 这里,馒头 首先我来这里是来添乱的,等会我炒了,我们都在准备食材,它是添乱的 我说等会炒菜了,我是主厨,你知道吗?我给大家做大闸蟹 大闸蟹其实不用它做汁,也是我调的 它不是送到那个大闸蟹酱吗? 我每次都负责调汁 Hello,大家好,今天我的一个朋友过来到我们家吃螃蟹 然后刚好昨天我用它的富士的X100F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街拍的相机吧 然后我们去地堂公园应该是,去拍银杏 对,去拍银杏,因为现在刚好是那个季节 刚好这个季节,然后很多女生都爱到那边去拍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去拍了一下,然后刚好我把我的莱卡借给他去拍 然后他把这个X100F借给我,我们交换了一下 然后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交换体验 然后一集,我觉得就是我心中和他心中对于接拍一个理解 对,那我们就开始 好 好,欢迎在东西会讲 好,那先说说你使用这个莱卡的一个感受吧,好吧 那个我其实这边属于一个就是刚入门的一个摄影的小白吧 然后昨天其实拿着我朋友这边的莱卡 然后用的时候感觉和之前用的富士的差异还挺大的 然后之前的那个富士的话 其实是就我拍完季能够从取景框里看到就是我想要取的景 然后我想要做的那个就是对焦呀,或者是整个构图呀 其实都已经很清晰了 但就是用这个那个他这边配着莱卡的话 就可能他之前设置的主要是依赖于自己的双眼去判断的 然后那个这个取景上对我来说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有点困难 对,我第一次去尝试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困难 就是我要去找就是两个人在这个景中的关系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控制 就是完全是那种没有经验可以依循的 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挑战还是很靠经验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挑战还是挺大的 是是 然后那个另外的一些感受的话 可能就是一些就是使用的操作上可能有些不太一样的 是 操作很简单 这个我觉得莱卡的操作是一种很简单 当然对于没有用过的人可能会觉得很难理解 就是光圈快门ISO 就是普通的相机都会有光圈快门ISO 对吧 对 但是你有自动的系统的时候 你很难真的去理解它 你只有手动系统的时候 你只能强迫你去算光圈快门ISO什么样子 如果你算的不对的话你就拍的不好 对 就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昨天就用了一款这个X100F 这个不是一个最新的相机对吧 但是原来就是大家都觉得 该算是富士X100第四代 然后去年的一款相机 然后大家都对它就是说它特别的好特别的火 然后呢这个背带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 刚才我们在聊这个背带 开玩笑的时候 就是反正我是不会去弄背带的 因为我觉得有背带太慢了 因为我平时相机会放到包里 放到包里这个 这个背带它肯定会窝在这个地方 对 就是窝在这 然后我就必须得非常快的拿出来去拍 那有这个背带的话 我就觉得它会阻碍 有时候阻碍镜头 有时候会阻碍你的那个判断 就是你可能那个当时你要拍这个景 只有两秒会是 数秒时间几准备 所以一般我就不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对另外一个差异 就是我觉得其他的都没有什么 我觉得大的问题 我觉得作为一个黄斑对焦 它是它不是黄斑的 作为一个就是一个自动相机的话 我不太喜欢它对焦系统 你知道吧 就是这一点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用徠卡用多了之后 你会特别的依赖它的孤焦 特别依赖孤焦 那这个对焦的话 我会发现有的时候 比如说有人一前一后 他走的时候我对焦的时候就对到 比如后面那个人 或者对到前面那个人 对 但其实我不想对成这样 所以我得必须去改变它 对 你要去手中去调整它的焦距 所以这个就对我来说有点麻烦 而且它的镜头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距离的一个提示 所以有时候我必须得看到这个后面这个显示屏 就是看这个显示屏 对 那显示屏对我来说有一点觉得 对我注意到你平时其实显示屏都是关闭的一个状态 对我用这个相机我也不用 你看我用就你这个相机屏我也不用这个显示屏对 我只用这个取景框对吧 我就基本上习惯这样去拍 这是一种习惯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快门太慢了 就是快门的反应太慢了怎么说 就是一般来说拍着拍着它不是会休眠对吧 它休眠的话 然后你发现有个景特别好 有个人物特别好的时候 你拿起来按的时候 第一次它都是从休眠中唤醒的那样子 对 而且它的那个焦距可能停留在你一个固定的一个值 可能和你上次的那个设置不太一样 对对对 所以用它固焦有点困难 但是就是我觉得莱卡这个特别好 就是算是拿的是个胶片来演示 就是它的快门是非常干脆 就是在任何时候 就是随意去准备好 对 就是按下去它就是快门按下去 就是你从包里 比如说我天天带着它 可能过了一周才拿出来拍第一张的时候 我就知道它会这样 我也从来不怎么样它 所以像这个相机就是 当然不是这一款相机的问题 所有相机 包括索尼的那一款相机 我觉得拿起来都得去按照快门 它都有要对焦的反应 还有如果那个人是在移动的时候 其实它那个对焦要对得好 好长时间要一直跟着它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两个相机 我这是反正至少我体验的一种感受 这一点其实我之前看一些评测 大家也来讲这些相机 就是可能就是大家也都讲 就是它之前前几代它的那个开机 或者是它那个就是快门的反应速度会更慢一些 所以就是这一款它是着重去提升了这方面 没错的 对吧 还是不错的 提升了这方面的一些体验 好明白了 明白了 然后我录一下 录一下 我看看这个 可以了可以了 C位准备好了吗 装饭准备好了 你们可以站近一点 你们可以站稍微近一点 对应该好上点 好啊就一次机会 三二一开始 我觉得还可以真的 我觉得是不也能够 你看 再简单的说一说 你觉得就是你也 我看你也街拍一点东西 对吧 虽然你觉得街拍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或者什么样的感觉 你对它怎么样理解 都可以随便说一说 我可能更多的是偶尔就是一些周末 或者是旅游的时候会去出去走走 然后街拍的我的感受是 去用另外一种形式去记录 就是不算自己身边吧 而是就是自己比较陌生的一些地方的 就是人和事 人和事他们之间的互动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可能就是那个是一个 就是爷爷和小女孩他们在过马路 然后就是一些能够触动 我就是觉得这个锦和这个人 就是有一些感触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街拍的时候 然后去记录他这种瞬间是挺让我自己去满足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我理解可能是这样 就是主要是在就是一瞬间去记录人与事物的一些互动 然后去记录一些就是一些时光吧 对 对我来说街拍可能就会重一点 当然他他是比较了解我的 他跟我们好多年 就是他知道我做一件事情 会把他这个事情做得很痛苦 对吧 就是对 很认真 不要专注 不要执着 就比较执着 一定要达到某个程度 如果不达到这个程度 就会就是吃不好睡不好那种 所以街拍对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 我要更多的锻炼它的技术性的东西 就锻炼它的艺术性的东西 然后章速也很重要 就是数量和质量都很重要 可能没有像像你这样的初心 其实这应该是初心 我觉得拍照应该是初心 就是维地把它要拍好 一样要拍成什么样子 对吧 瞄准一个level的一个人 比如说哪个大师 或者哪个青年艺术家 他拍成这样 那我也要去理解他 我一定要 要拍成能达到这个水平的样子 大概就这样 就是可能会有点痛苦反正这个过程 我带 哦 对 能拍照吗 我现在要帮你们拍一个合影 来买吗 我的花 我们桌上 没有来很乱 Cosplay 那这就是大概今天一个vlog分享 也感谢这个同学过来到我们家翅膀蟹 靠翅膀蟹出镜了 对对 然后还跟我们一起做一个 不是我一个人的一个vlog了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vlog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分享评论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 去给我们留言 或者私信都可以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好吗 好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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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